中美角色调换!美国害怕了!美口中的自由航行去了呢! 7月16日,据参考消息原引美国媒体消息称,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查理布朗对外表示,中国侦查床自7月11日起就一直待在夏威夷庄署经济区海域,监视由美国牵头举行的团太军事演习。 随后,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克里斯多福洛根表示,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 这一不具建设性的说法遭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原理结的不斥,称派遣侦查传关注别国的军事演习是各国的正常做法,并不违反国际法。 众所周知,美国今年发起环太军演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国际海军演习,更因为特朗普政府不顾外交礼节,单方面收回对我国的邀请而备受关注。 查理布朗的这番话当即让美国媒体的找到了解读的方向,纷纷表示中国吃醋了。 翻开近些年美国国内的主流报纸不难发现,每当美国的环太军演拉开帷幕的时候,诸如中国派间谍船监视世界最大的军演,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迎来,不速之客,等煞有介事的报道扑灭而来。 在2016年的环太军演中,虽然我国也是参演方之一,但是一艘未被邀请的解放军电子侦察船已经先于海军的演习舰艇抵达夏威夷群岛海域活动。 面对美国的大肆炒作,国防部回复称,美国海军一直在各国领海外的国际海域进行符合国际法的活动,中方尊重各相关沿海国依国际法享有的权利,也希望有关国家尊重中方舰船依法享有的权利。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对潜在威胁的军演或对手进行电子监视并不新鲜,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海军经常跟踪对方的军演。 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的海上间谍船也在一直在忙碌住,其幽灵般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全程全实地对各大对手进行不间断监测。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荣幸地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特殊照顾。 目前,美国情报机关对我国形成了以间谍卫星、侦察飞机、电子侦察船等为核心的网状侦测系统,监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均已达到惊人程度,而海上间谍船正式其中是重要一环。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美军把一半以上的特种任务船都部署在东南亚水域,只要我国进行飞弹的试射或是例行军演, 美国官测船、电子侦察船必然在相关水域出现,大张旗鼓的进行数据进行收集和监控,甚至还曾利用相关设备对我国卫星进行干扰。 就在去年12月,美国巡洋舰考彭斯号还一度近距离跟踪。辽宁号,结果遭到我方登陆舰的有力拦截。 从黄海到东海,从台湾海峡到西沙群岛,美国军的侦察机、测量船甚至和潜艇的窜门频率,一度超过了对苏联的侦察力度,时常还带有骚扰性和一定危险性,直接威胁到我国安全。 面对美国多多逼人的态度,我们只能进行相应的反制。 作为对他国特别是对中国进行侦察的大户,美军不知有啥好教区的。 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7月,美国正在阿拉斯进行萨德反导系统测试时,我国海军的电子侦察船也跑到美国后院进行贴身侦察。 美澳在关岛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期间,又有一艘我国类似的侦察船尾随围观,而像环太军演这样的针对性极强的武装大游航,我们当然更有必要去围观一番。 但这些比起美在我国周边365天连续不断侦察,解放军相关舰艇的活动平时在是望尘莫及,更何况美国还强行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 即便如此,面对我国电子侦察船的合法行动,美国人却突然哑口,不再提航行自由了,反而高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看来,我们也是时候加大对美国的照顾力度了,让世界警察尽快适应过来。 以前总有人问,军舰与商船相撞,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回答军舰胜。 错!两个月内两条军舰撞上商船,结果军舰不是舰就是人亡,而商船却无大碍。 实在匪备所思。战时军舰如此不堪一击,岂不被敌方找到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打败的最佳方法。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8月21日报道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里查森海军上将发表声明,由于美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飞弹驱逐舰,在马六甲海峡与一艘商船发生的碰撞事故,美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暂停行动。 这可是美国破天荒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停止所有海军活动,既说明美国海军不再是天下无敌,连商船都撞不过,还能用于实战。 也说明美国海军已在走下坡路,不可一世已成为过去。 应该说,约翰·里查森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仅仅因为8月21日的这起事故,而是美国海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故,情况也非常严重。 继今年5月9日美军宙斯顿巡洋舰下普伦湖号与一艘韩国渔船碰撞后,今年6月17日,美国菲茨·杰拉德驱逐舰又与一艘商船相撞,损严重。 3名船员受伤,3名船员受伤,7名船员失踪,事后的调查结果证实,责任载军舰而飞伤船。 特别是6月17日和8月21日的两次相撞事故,引起了人们好奇。 因为,两起相撞事故有好多共同点,一,都是美军性能最好的驱逐舰与菲律宾大型商船相撞,二,都是军舰受伤严重,商船安然无恙,三,每次都有人员伤亡,人数都在10人左右。 8月21日一次性被撞死失明军人,这在美军历史上从未有过,四,都是在天空骑黑的深夜,五,都是在南海附近海域,都是刚在南海执行任务返回的军舰。 我们下期再见。